两幅唐伯虎的画作拍出了新的高价 一幅是松崖别叶土拍了7130万 另外一幅是善面画 叫江平谈古 拍出了1150万 所有人都说这唐伯虎画为什么能卖这么高价 因为他画的确实好 这个人是真有才 有人说对呀唐伯虎江南四大才子 给人的感觉是风流潇洒 年少多金 把这个吃和玩乐之间自己的才华就显露无疑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是不是这样呢 他这些年来我记得周星驰演过唐伯虎点秋香 后来演唐伯虎的黄晓明演过 郭德纲都演过 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对唐伯虎的意义 就是他们演绎的形象 那么一些中老年观众朋友可能都记得 1964年的时候香港出了一个连唱带演的那么一个电影 名字叫三孝 里边那个香港的大美女陈思思 扮演秋香 那个留给大家很深刻的意义 有很多唱段现在都在流传 作为历史上的江南四大才子之一 唐伯虎的故事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荧幕上有周星驰拱立版的唐伯虎点秋香 象群陈思思版的三孝 以及郭德纲版的三孝之才子佳人 电视营厅上则有张家辉版的金庄四大才子 黄晓明版的风流少年唐伯虎等等 其中陈思思饰演的秋香 美丽 娇俏 聪敌 古典 被公认为最经典的秋香 而周星驰版的唐伯虎 则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经典 对于这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拍摄的影片 其中的台词和条段 至今很多观众仍可倒背如流 哎呀 小强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 小强你不能死啊 我跟你像一文明头 我敢勾过这么多年 我一直把你当成青山古人眼 叫你养地 想不到今天白把人送黑把人的 所以很多人对唐伯虎的印象就停留在你看 点秋香 作画 写诗 给人感觉好像这个人 随随便便吃喝玩乐 你看好事都占了 风流快活 交洒替场 还有钱 年少多金 既有顽固子弟那些特征 同时又有大柴子的特征 这多好啊 那么历史上真实唐伯虎是不是这样的 绝对不是 唐伯虎其实一生多半时间挺穷困 而且他的一生坎坷特别多 活了54年 唐伯虎是1470年生人 明朝时候的人 本名叫唐寅 就子守寅某的寅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呢 是寅年寅月寅日 所以他父亲给他起名叫唐寅 那么唐伯虎呢 确实是像影视剧里表现那样 老家是苏州的 出生在苏州 他母亲呢 小家比喻 在当地有名的财女 过去妇女 识文端字的不多 他母亲文化水平不错的 他父亲呢 是个酒馆的老板 叫唐广德 唐伯虎小的时候呢 受的教育就非常好 16岁 当时就种了秀才 在苏州城当地呢 16岁种秀才 这真是个才子 后来呢 到19岁的时候呢 他结婚 这家庭情况呢 相对来说 那个时候是比较富裕 而且他这个学业上 也是顺风顺水 可是没想到 二十几岁的时候 正在准备 就由秀才 到考举人的时候呢 家里出现很大变故 江南才子 突遭怎样变故 让他一度消沉 走出困境 进京赶考 却因何锒铛入狱 满心报复 又为何让他 仕途失忆 生活潦倒 本期老良观事件 原来如此 杭伯虎 重赞播出 稍后继续为您播出 老良观事件 出现很大变故 他母亲去世 他父亲去世 他妹妹也死了 而且他结婚之后 孩子刚一出生 没了几千功夫 这孩子得病没了 然后他的老婆呢 因为这个生孩子过程当中 落下了一些病 没多长时间也死了 你就说谁能进入家里面 第二天才 父亲母亲 妹妹妻子孩子 全美 所以唐伯虎当时 人生陷入了低谷 就一度消沉的都不行了 但幸亏呢 他身边有几个好朋友 我们大伙可能还记得 所谓江南四大财子 江南四大财子是谁呢 是唐伯虎 文征明 杜之山 还有一个徐仁青 这称为江南四大财子 这是他身边的好朋友 这些人呢 一个是在经济上 接济唐伯虎 再一个在精神上 一点一点的呢 唐伯虎呢 就从困境当中走出来了 然后后来呢 他参加这个 我们的乡试 就省一级的考试 结果考了第一名 当时又造成很大红洞 再等一下中了举人了 之后呢 唐伯虎第二年 他29岁那年 细心百倍的参加会试 就是进京赶考 因为你中了举人之后 进京赶考 再往下就奔状元使劲了 我们都说三渊基地嘛 那头三名状元榜眼探花 唐伯虎就奔这个使劲了 而且那个时候 唐伯虎的财名 在苏州一带 非常大的名称 在半路上赶考的时候呢 他碰到了江音的一个富户 名字叫徐晶 这个人跟唐伯虎一见 两人一起相投 结拜为一生兄弟 一起赶考 这个徐晶呢 他的文采一般 跟唐伯虎比不了 但是这个徐晶呢 后辈出了个了不起的人物 我们都知道 明代有个大旅行家 叫徐霞克 这个徐晶就是徐霞克的曾祖父 就是他爷爷的爸爸 但是这个徐晶文化水平呢 石求是说很一般 拆书学浅 但是这个徐晶呢 他就信奉一句话 叫世事难行 钱作马 就是人间的各种各样的道 难走啊 世路难行 钱作马 这钱就是你的马 所以他到了京城之后呢 用重金买通了主考官出题的人 买通了他的书筒 这书筒把题给他偷出来 我们知道过去科举呢 就是做文章嘛 这徐晶得到这个题了 赶紧找唐伯虎 麻烦您给我做篇文章 唐伯虎也不知道怎么事 刷刷点点很快 就写了一篇范文等于是 结果后来到考的时候 这个书筒被抓出来了 结果他一检举完了 那徐晶肯定不行了 唐伯虎跟着吃了瓜道了 朱连 结果把他俩都下到大牢里 严刑考打了 那唐伯虎当时在牢里遭老罪了 后来这个事一调查 唐伯虎不知者不怪 就把他放下来 虽然没给他定罪 但唐伯虎的仕途 这就等于画上句号了 你是有污点的了 所以唐伯虎今后再想考试 跟现代话说 取消多少天高考资格 你不能参加这种考试了 所以唐伯虎非常郁闷的 回到了苏州老家 这段时间 他就跟身边这些朋友 心情难受 就是天天写字画画 他绘画的记忆 在这段时间有很大的提高 这么一会儿 混到了36岁了 他自己的生活状况 一直是普普通通 靠什么呢 卖字卖画 挣点钱 挣了这点钱 他自己指了份产业 在哪 苏州城北 就郊区一带 有一片桃花林 他在这里边 置些一块地 这个地方叫桃花屋 他盖了个房子 叫桃花庵 他自命为桃花庵主 桃花屋里桃花庵 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 又摘桃花换酒钱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 相对潇洒的环境当中 放荡不羁的唐伯虎 仕途也不忘了 这时候啥都想开了 所以他这诗下边还有四句 就咱们在这个周星石版里边 也听过周星石自己念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我借武林豪杰木 无花无酒 除作铁 这也是唐伯虎在那种心境之下写的诗 这两首诗确实都出自唐伯虎的笔下 那么当时唐伯虎在这个环境下 一晃又将近十年过去了 这个时候江西有个宁王 叫朱晨豪 也朱元璋子孙了 总览天下英才 其实他是想着谋反奔皇位去的 我到了苏州这一带 找天下英才 文正明和唐伯虎就被相中了 文正明脱兵不出 我去不了 唐伯虎那年四十五 一想 自己不甘心 这四十五就被埋没了 仕途走不了了 我投宁王看看 能不能有发展 就去了 这个宁王后来果然造反 大伙记不记得周恩赤坊里边 拿着春树秋双图 到这个蔡师府里边 动不动就我要发标 那个就是宁王 你不给我面子 我可真的要发标了 来人 发标了 后来唐伯虎到那查觉到宁王要造反 他一看这不行 我不能给你当暴徽 装疯卖傻的 识别了宁王 回到故里 可这一下子 他对这个政治 各方面完全失望 也受到打击了 自那以后身体 那是一年不如一年 然后日子是越过越穷 就最后卖字画都卖不动 他到54岁那年的时候 也等于就是贫困交加 最后唐伯虎死了 所以唐伯虎这一生你看 非常坎坎 就是没有那么多我们想象当中那么顺 什么大才子如何的 有人说那他命运坎坎是坎坎 这人是不是风流快活 是不是有钱 这些都没有 首先我给大家解释清楚的 就是大家一直以来对唐伯虎印象最深的事 就是唐伯虎点秋香 说这事有没有 说那没有怎么还编出这么个事呢 这是明朝末年的 有个小说家冯木龙 很多朋友都看过他这小说 冯木龙写的一个短篇小说 叫唐伯虎一笑音缘 这里边写的 就说唐伯虎在苏州游庙的时候 看着秋香了 秋香一边再说他叫一下 完了 蒙了 随着秋香就走 先后秋香有三次回复一笑 弄得唐伯虎身魂颠倒 最后卖身为奴进了华谱 叫华谱两个公子 然后借这机会接近秋香 最后有情人中重见 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其实为什么 我说这个图是真的 还有人编呢 他因为唐伯虎那个时代 确实有个叫秋香 这个人本名叫林努尔 名字叫秋香 这属一名 干嘛的呢 青楼妓女 但是这个秋香了不得 琴棋书画样样皆通 试词歌赋 无所不敬 我这一点得给大伙说 过去啊 我们这样说青楼女子 青楼女子 和今天所谓的妓女 它不完全是一回事 过去的青楼妓女 有相当一部分是卖艺不卖身 我陪你喝个酒啊 唱个曲啊 运势作对啊 可以 但是我不卖身 就包括民国年间的时候 像北京八大胡同 那还有一等班子呢 一等班子就是 你到这来之后啊 我光卖艺不卖身 他也不是说 最后绝对不卖身 你像那种杜师娘啊 后来乡中了 旅家孙府的 那也可以在一块 这是 所以我们说 过去说爱情 普通人是没有爱情的 为什么 你过了门 那一掀个盖头才认识你 原先的父母抱办 哪有爱情啊 先结婚后恋爱吧 过去所谓爱情 只会出现在文人和妓女之间 一天阴尸作父 谈情说爱的 所以那时候 这个秋香呢 艳明远播 文化水平很高 说他那唐宝虎有才子 这不有点意思吗 不行 这个秋香年龄 比唐宝虎大二多岁 等唐宝虎真开始 以风流才子 明文天下的时候 秋香已经从来凉了 转业了都 所以他俩不可能 有什么多大的绯闻 他这个原型人物是谁呢 也是个苏州才子 叫陈元超 他确实有这个事 跟秋香在外团旅游的时候碰上来 他秋香中的笑笑了 他追上去了 他怎么后来把这事搁唐宝虎身上了 因为像这种风流潇洒的艳势 很多人就愿意 那得大才子 那不是财气那么大的 你成不住这个 唐宝虎他名其大呀 再加上跟陈元超一样 都是苏州才子 把这事挪唐身上 你咱们平常要编故事 你永远